大家好 我是阿姨 我 我的 我來 你主題不是台南嗎 你這樣台語真的有點不太認真 所以我最近才開始練台語 最近那個選舉就要跑基層 我都要跟攤商擺甘情 大家都說我的台語 而且我最近還學了一個俚語 叫做 聖文 你到底知不知道 這句話的意思是什麼 你不要跟馬總統一樣 不懂台語典故亂引用 然後被美子罵 我呢 這句話就是在說我 我就是 我最近挨得罵得比馬總統還要多 我真的是被罵罪爆了我 對啊 像那個高雄的事件 你第一時間就暫停所有選舉行程 然後再第一時間就捐款 那個對手柯文哲他有做什麼 他選舉行程照跑 而且捐款也沒人知道他捐多少 為什麼被罵的是你 我跟你講 柯文哲就是媒體寵兒 他做什麼說什麼都對 我呢 競選經費也是一樣 對啊 就像是我說我那個競選團隊 捐了三天的競選經費十萬塊 也不對 後來我還是用個人的名義 捐了兩百萬 還不是一樣被罵 可是捐款多少跟愛心 跟數字不能畫上等號 是嗎 捐款又不是尾牙說 不夠還要再加碼多少 對啊 捐一塊也是愛心 捐一百萬也是愛心 對嘛 就像我買一碗滷肉飯 跟一個名牌包給你 只是價錢不一樣 但是心意都是一樣的 對不對 話是這麼說沒錯啦 但是如果我可以得到 名牌包的話 我幹嘛要吃那個滷肉飯 所以問題的癥結點就在於 你應該要捐了兩百萬 就不要再去值那個十萬了嘛 是順序的問題 不是嘛 要是我就先捐了兩百萬 媒體又說你就是凱子 你就是靠我爸 你就是很有錢 你家裡就是家財萬貫 你做怎麼辦啊 怎麼辦啊 怎麼辦啊 那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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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睡覺吧 那就 我真的是有夠倒霉啊 為什麼背對我 你漱口了嗎 它 吳嵗 最新的民調又出來了 青年選票 柯文哲还是占上风 为什么年轻人就这么讨厌我 我觉得年轻人 不一定是讨厌你 你看 就拿你最近 这个任用的竞选总干事 来说好了 有人说 你请了一个 开车去撞学生的人 来帮你的竞选总干事 请蔡志源叔叔 来帮你打选战 会不会越打越负面 所以 你也觉得我请蔡志源叔来 大家都这么比喻 可是我想打正面 没有人要跟我打正面 我找人来打负面 你们又担心我越打越负面 我都会要被打得像牛头马鱼了 所以好好选的市长可以吗 那我好好选 我想到你最适合打什么 你打什么 我跟你打 赌啊 你只要好好的选 你的民调一定会冲上来的 是吗 要有信心 要正面一点 对 睡觉了 好 睡觉 不过 逸三 好 你觉得 我找蔡志源叔叔 来当竞选总干事这件事情 是对的吗 盛文啊 已经决定的事情 就做到底就对了 你不找蔡志源 你要找谁啊 找蔡依林吗 要是有人找蔡依林 我就找蔡依林了嘛 至少现在我的年轻选票 青年选票 早就回来了嘛 我还在这边25%的 好了 好了啦 你没有蔡依林 还有蔡依珊啊 找蔡依珊干嘛呀 我找我 我找 我找蔡依珊 不错啦 我还是找蔡依珊 比较有意思一点 不会啊 我觉得蔡依珊 应该比蔡依珊有用 都能干嘛 睡觉 就是只能睡觉 蔡依珊 睡觉前 我讲个故事给你听话 讨厌 你又要说黄色笑话 说什么黄色笑话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我还有心情讲黄色笑话 我是要跟你讲一个故事 要不听 好 就是呢 在一座森林里面呢 有一只狐狸跟一只兔子 这个狐狸很干跳 它把所有好的东西呢 都拿走 把坏的都留给兔子 好 结果呢 这个狐狸到最后 什么也没有得到 你就是这样 你就是这样 没有什么隐喻吗 就是有隐喻 我最近真的觉得 我真的像那个兔子 这么的洁白 这么的善脸 你觉得好心 会不会有好报 好心是一定会有好报啦 但是你说自己是兔子 那狐狸不就是 一三 你可不要像其他候选人一样 对号入座啊 我只是想形容 我就像这个兔子一样 就这样 好不好 就这样 诚文啊 是 我想告诉你一个残酷的事实 多残酷 你知道在政坛里啊 天真 结宝的兔子 嗯 这么残酷 我就说嘛 连你都看得出来 我去跟小朋友讲的 那个故事选错 我也想要跟他讲 钢铁人 蜘蛛人 超人 800兆士 可是那是小朋友的大班 听不懂 好啦 上次讲蜘蛛人好不好 我真是听不懂 我连故事都听不错 我怎么做什么都错啊 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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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白兔 是不是小白兔 我没有当什么小白兔 好